52岁周海妹近招吓人,曾经角色美貌不在,现疾病缠身,脸上粉底厚到吓人,看望她的素颜招请不要吃惊。 52岁周海妹近招吓人,曾经角色美貌不在,现疾病缠身,脸上粉底厚到吓人,看望她的素颜招请不要吃惊。 52岁周海妹,小编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一天屠龙记里的周芷若,当年周芷若一出现,没得可以说惊为天人,不是现在流行的瓜子脸,却眉眼间有清纯的眉眼,不知道令多少少男少女痴迷。 52岁周海妹,曾经她风头无良,就是美貌如高圆圆去演周芷若,都要活在她的阴影下,被说是周海妹翻版。 52岁周海妹,1966年12月6日出生于香港,香港影视女演员。 52岁周海妹,1985年,周海妹参选香港小姐。 52岁周海妹,这是一个偶然,希望女儿有个特别成人里的爸爸,送周海妹去参加了香港小姐。 52岁周海妹,可当年的周海妹就是一个傻小子。 52岁周海妹,戏剧的事态前一刻还在上房接瓦,教训欺负弟弟的孩子,下一刻就被抓去参加了比赛,在那个别人都一态往前,准备充分的场合。 18岁不拘小姐的周海妹当然显得格格不入,因此被病在决赛门外。 18岁周海妹,但周海妹还是被TVB牵走,并且成了力胖的花瓣,这当然得归功于她的一张眉脸。 18岁周海妹,自此,周海妹开始了她如开挂的演艺事业,第二年就做了主演,还成了收视保证。 TVB无数个经典中,都能看到她的身影。 1994年在电视剧《一天屠龙记》中饰演周智若,红透半边天。 不仅视野得意,周海妹还遇到了爱情。 当时她和吕良伟有过一段长达十年的爱情长跑。 她以为自己遇到了今生至爱,却没料到两人根本理念不合。 吕良伟需要一个全职妻子,而周海妹却并不想放弃事业。 于是十年恋情告终。 1998年低声集团执行董事务市容向海妹展开追求。 有一段时间,周海妹在演艺圈销声秘迹,大家都好奇她去哪了。 后来她的好友才对外透露,她得了红斑狼疮,一种可能致命的免疫系统疾病,不得不停工治疗,而她们的这段恋情也因感情转弹,1999年末终告分手。 因为疾病,周海妹没有嫁入豪门,又遭红斑狼疮症折磨多年,还一度复发影响了艳密事业,导致勤俭治病,无车无防。 2013年9月,周海妹承认自己有个比自己小七岁的男友,不过这段恋情也在两年后没了下文,至今单身。 她每段恋情都百分百投入,可惜最终都已分手收场,如今,年过半百仍截然一身,坚持不婚不育的周海妹说,我现在没有人追,还有什么人追我?我又没有钱。 女神如今的境况令人唏嘘。 不得不感叹,娱乐圈是一个时光飞逝的地方,很少存在永远的美丽,也许你曾经风华绝代,也许你曾经万资妖娆,但是这一切终将会逝去。 围住她身体健康,早日找属于自己的幸福。 24-24-25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